而且几乎都已经涵盖了所谓大家关心的事项 我想就请各位详细的去了解 大家就能够把所有的疑惑给解除了 谢谢各位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宋布施正式开始 谢谢 大家辛苦了 首先我要代表一起发光 为最近所有的风波引起的纷争 及所有受伤的家人朋友们 造成大家心里的不安和不便 郑重着在这里向大家表示遗憾及歉意 这段时间所有在媒体里出现 对我和我太太及一起发光 所有不时的指控 对我们的家庭及教会造成重大的伤害 几乎让我们已经站立不住 我必须承认 当我们在祷告中领受神 却要我们静默 然而这却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真的非常非常的煎熬 在演艺圈三十几年 我一直自认是一个尽心尽力 非常敬业 认真在岗位上努力的演员 而在婚姻当中 其实今天是我跟维林结婚 二十周年的周年纪念日 真的很对不起维林 本来我们是计划去庆祝的 但想不到今天 我却给她是要一起来面对 这样子的伤害 我一定对不起 我当然知道 我仍然有很多进步的空间 但在和太太相知相惜的 这三十年来 我们彼此相爱 一起经历婚姻中的高山低谷 一路扶着走到今日 和我们熟悉相处 密切的朋友都知道 绝非有心人士 所陈述的那样 甚至于指称 我们把家暴当情趣 这绝对不是事实 在认识基督信仰这十几年来 我严格要求自己 正派行事 不亏欠别人 尽全努力 爱神服事神 虽然我完全不明白 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事 但是 在这一阵子静默祷告中 感谢主 让我学习更加的迫切向神祷告 更多的敬拜 安静在神的面前 因为这一点 我要感谢赞美我的神 没有人是完美的 我承认也知道自己并不完美 但是在承接一起发光 带着弟兄姐妹 服侍国度的过程中 我拼尽全力 出钱出力 不只是自己投入 更是整个家庭全部的线上 这段时间 不是我不愿意 出来说明事情的真相 而是国度的牧者 我属灵的遮盖 以及我们核心同工的家人们 都共同希望 我们不能因为被这些 不实的谎言所激怒 而来做回应 我们必须在信仰中 原谅静默 所以我们每天有更多的敬拜 祷告和赞美 并且我们也为那些 说了颠倒是非 话语的人不停祷告 直到现在 我祷告时间到了 所以我们决定出来 说明 为的是要平息这场 搅乱和谐的风波 并且不让我们的信仰 继续受到污蔑 本来对于这一次风波桌 所有不实的言论 错误的解读 或是颠倒事实的陈述 我们都不想再说 原来想的是亲者自亲 事实一定会慢慢呈现 但是 演变至今 不但涉及整个基督教信仰的伤害 更严重伤害我跟太太 一生客气维护的名誉 所以我们觉得 必须要面对大众说明 今天我将透过声明稿的方式 一字一句的念给大家听 因为我不希望我的任何一句话 伤害到任何人 我再次强调 我今天会用声明稿的方式回应 是因为我不希望再伤害到任何一个人 目的就是单纯澄清事实 使大家尽快恢复平静的生活 以下 我要做几点的说明 第一 一起发光的财务金流 一向交给专业会计人士处理 清清楚楚 首先 一起发光是我和我太太为灵 跟神的立约 也是我们这辈子的呼召 更是我们一生的使命 因此在一起发光尾声 整整十二年来 一直到此时此刻 我们都完全不知心 没有拿过一毛钱 完全是无几值的 有关于一起发光 财务金流 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请专业会计人士处理 一笔一笔清清楚楚 并且固定将账务表明信 张贴在我们的会堂里 方向您看到 是最近宋英明的艺人交会 一起发光 以发争议 他跟他的太太 特别召开记者会来说明 强调自己不完美 但问心无愧 立刻下载进行web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